Epic Chinese 李博士中文 这里是汉语语法率性谈 一家之言 尽情指正 今天我们讲差不多 有些网友可能就问了 差不多有什么好讲的 是 如果我们对汉语教学 汉语的使用 抱着差不多的态度 那确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不过还是讲讲吧 没准还能讲出点什么道理 好 现在开始 我们看一个句子 是北大伯雅汉语里面的 提到中国的汉词 现在的汉词 大约有七八万 不过最常用的 差不多只有三千多个 掌握了这三千多个字 后面大概就是说一般的人就够用了吧 我们说汉语表达盖数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说七八万 这就是相邻的七万和八万 联用的时候 就是盖数 我们说三五个呀 二三十啊 千二八百啊 都是盖数 前面还可以加副词 大约有七八万 这就是一个盖数 那么像这个数词后面加一个多呀 三千多啊 这也是盖数 当然前面还可以加大概 大约 后面可以加左右 上下 回过头来看这个盖数 差不多只有三千多 这就是一个盖数 但是这个盖数 我认为是杂揉 为什么呢 第一 差不多三千 它的意思是少于三千 三千多 是多于三千 所以这两种表示的方法 用在一起 矛盾 其次 差不多 表示少于 只有 表示不多于 那么意思相近 这个也累赘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改一改 可以改成差不多三千 也或者说只有三千多 总体来说呢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差不多就是误用 你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了就对了 中国现在的汉字 大约七八万 最常用的呢 只有三千多个 非常明确 好 我们看看这个差不多 根据字典 如果用作副词的话 就是表示接近 几乎 没有达到那个数字 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 是少于两个小时 差不多走了十五里山路 就是少于十五里山路 难道这还不明确吗 很明确 可是 不见得每个句子都用对了 我们再看看 中文听说读写 电信册里面的一个句子 等飞机 这个小白 又等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这里又用了差不多啊 而且是半个多小时 这跟上面的那个句子的错误是一样的 如果你说差不多半个小时是对的 就是少于三十分钟 如果你说等了半个多小时 也是对的 是说明多于三十分钟 少于一个小时 你不能说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这个就是杂柔 这就是矛盾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大学语文 里面说 中国很多地方都出产茶叶 中国的茶叶呢 差不多有四类 也用了一个差不多 其实这篇课文呢 讲的就是中国茶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就是红茶 绿茶 花茶 和乌龙茶 如果你说差不多有四类 那么应该就是说不到四类 这个句子 表达就是错误的 你应该说 中国的茶叶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这个句子还是大学语文理的 那个时候 只有中国人会制造陶器和瓷器 所以差不多所有其他的国家 都不知道怎么制造瓷器 想要得到它 只有到中国去 看看这个只有 只有是表示唯一的 那么只有中国会制造陶和瓷 陶和瓷也不是它 陶器和瓷器 也不能用一个单数的它来 只带陶和瓷 如果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不知道 怎样制造瓷器 那么这个差不多就不能用 应该把差不多删掉 这个句子还是 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语文里面的 外国商人除了想办法运瓷器以外 还渐渐地学会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 差不多都会制造瓷器了 差不多会制造瓷器了 会了吗 其实并不会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差不多会开车了 那么他还不会开车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差不多毕业了 他也没有毕业 所以这个差不多也是不能这样用 如果把它删掉 我们看这个句子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会制造瓷器了 那么这个大多数似乎也不对 难道这个世界上到现在还有不会制造瓷器的国家吗 似乎也没有 所以差不多倒是可以用在前面 我们可以说现在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会制造瓷器了 这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再看一个和差不多相公安的一个句子 还是大学语文里面的 他讲的差一点 看第二个例句 不早了回家吧 差一点就是一点了 差一点就是一点了 稍微有一点语感的人都觉得这个句子不会是对的 我们可以说差不多是一点了 差不多可以用在数量瓷子的前面 表示接近那个量 差不多也可以用来只接近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11点 但是差一点就不能这样用 我们可以到语料库里面查一查 看一看语料库里面的句子是怎样用的 这些句子都来自于北大语料库 他的手只差一点就可以碰到枕头了 没有碰到枕头 可惜就差一点就可以亏见自己的房间了 某个人说他差一点就吃亏了 我差一点就同意了 他差一点就向他求婚了 好险啊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差一点了 后面的那个动作没有实现 这是第一 其次呢 就是因为后面的那个动作没有实现 而感到庆幸 这就是差一点的基本的用法 我们并不能说要差一点就11点了 我们只能说差不多11点了 这本家材里面啊 该用差不多的地方他就没用啊 不该用的就用了不少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频道